使用githelp可以得到很多有用的帮助的信息 这里我们可以直接输入git或者是githelp 然后回车 这样会显示出常用的git命令 还有一个简短的一个解释 在githelp的后面加上一个-a参数 可以显示出所有的命令 输入githelp-a 然后使用一个-g的参数 可以查看git的一个使用的手册 输入githelp-g 我们可以在githelp的后面加上具体的命令的名称 或者是手册的名称去查看详细的内容 比如我们去看一下add这个命令的一个使用的说明 输入githelp后面加上一个命令add 再回车 这样会给我们显示出这个命令的所有的可用的选项 详细的一个描述 还有应用的实例等等 按一下键盘上的F键可以向下去翻页 使用B键可以向上去翻页 然后按一下Q 可以退出显示帮助的信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